今集來到黃大仙這區不是跟大家去拜神 而是看一個在2012年已經入伙的屋卷風水 它就是燕崇山 燕崇山在黃大仙木輪街8號 距離黃大仙站也挺近的 5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去 這裏原子屬於黃大仙景處的宿舍 建好之後就變成一個由5座樓組成 而且每一座樓大約有30多層高的私人屋苑 在這裏我想先說一下 它有兩個特色的設計報告 分別就是在你現在看到整個屋院正門位置 旁邊的停車場出入口位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停車場出入口位的位置 設置了一個流水的瀑布場 水流就由高而下 流到最底處的位置有一個黑色的水槽位 將水接回 究竟這個設計在風水殼上有什麼功效呢 好 留待一會兒再說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在入道的屋苑裡 第一二座和其他幾座中間連接的空間位 這個連接位最特別就是用了一個 好像中間開了的天窗一樣 形成了一個中空天窗 在這裏甚至乎種了很多植物 這種佈局設計和傳統的中國四合院 中間的露天庭園差不多 雖然這個位置不算是整個屋苑的中央位 但是以整體的連貫性來說 這個花園也算是屋苑的核心位置 以現在這種設計來說 有一個好處在那裏 就是可以引入了自然的光線和氣流 加上以羅盤定出來的方位 這個位置也是屬於屋苑裡的權力位 所以也有刺激住在那裏的人 整體的權力運勢 好了 是時候要說回燕崇山的整體座向了 大家現在看到 它主要的朝向可以分為兩個 第一個就是向正北這邊 這邊主要望的是龍長道 和慈雲山遠景的一邊 龍長道的車有多急有多快 我想不需要怎樣說大家都知道 車流急動漲大 在風水上會產生煞氣 會對附近對正區的大廈有影響 不過燕崇山的正門位置 是開在現在大家看到紅色線條的木輪街那邊 另外木輪街和龍長道之間 又隔了一個中了很多樹木混道的誘惑場 和兩個小型的球場 這一大片的翠綠優氣柱 間接做了一個緩衝位 又助減輕了龍長道車流產生出來的煞氣 以左向的線道來說 燕崇山的大門是南向一個比較黃文昌 和人緣桃花位的線道上面 說到桃花當然要用水去培養 所以剛才停車場旁邊的流水場 對吹桃花也有幫助 另外大門前的木輪街 也屬於一條支圓曲折的馬路 加上有得停車場在這裡 自然有減慢車流和聚水的功效 所以這一點是它加分的位置 至於跟屋苑大門一樣 向著這邊方位的這幾座樓 包括了第三、五和六座 其實景觀都算是開揚的 在單位裡面的空氣對流度也比較高 整體是以立遠處的山氣為主 不過雖然它樓下木輪街這邊 有剛才說的一大個緩衝位在這裡 但大家可以看到 無奈的又有一個景物上的煞氣建築物在這裡 就是這個尖得來 而且帶有巨齒形屋頂的小河 先說明煞氣和小河是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和建築物的尖頂是有關係的 尖形建築物五行上 一般帶有較重的火氣 除非住得比較高 否則窗外可以清晰 又或者輕易看到的話 都會容易引起一些 和火氣重有關的健康問題 所以要特別留意一下 另外一個主要的潮香 就是背面向著正南的一邊 以座向來計算是屬於旺財的線道 我先說說第三、五和第六座 放著這個方向的單位 先說說一個近景 就是在單位裡向下望 首先可以立到平台的露天泳池 今次財位的線道見到洞水 當然對催財運有幫助 另外向著這邊其實也算是開揚的 同樣在室內的空氣對流度也比較高 不過有得自然有失 這幾座樓同樣是受到第一和第二座 尖形樓角的沖寫影響 所以和剛才向著正北尖頂的小學 所產生出來的問題不枉多樣 無論如何 都是建議要做一些平衡和擋殺的佈局 會好些 至於第一和第二座 向正南一邊的單位 其實可以算是更加開揚 望的是新毛江那邊的遠景 不過又是沒那麼好的 就是正向這邊有黃大仙景柱 景柱在古時稱之為衙門 亦屬於殺氣的一種 而五行來說 大有較重的火金之氣 某程度上 亦容易引起一些 和火氣重有關的健康問題 所以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總結來說 宴崇山成果卷的主要兩個座響戰道 都算不錯 而且景觀和立氣方面都不差 本身算是一個高分的屋苑 不過始終都是受到 前後兩邊的殺氣景物影響 令它扣了分 所以我仍然會給它一個中等的分數